娃娃车遭黑色轿车拦腰撞上 跌入水沟 车上的小朋友被救下来 吓得娃娃大哭 慌乱的场面发生在21号下午 彰化竹堂相见小鹿 娃娃车行车记录器看到 田津小鹿直行 经过一排路数 前方有反光镜 行车记录器瞬间定格 这是受到撞击 下一个画面跳到车辆已经停下 掉落沟中的倾斜画面 后方的镜头也是这样 撞击瞬间跳掉了 连对方的车辆都没有入境 但是猛烈的撞击声响 旁边工厂的人听到了 跑出来先救下了门边的小朋友 树包沟在这里 下面就是水沟 所以我第一个是抱这个小朋友 他是被那个门勾住 对对对 我把他抱出来之后 我就跑进去场区里面叫其他人 目击者发现是娃娃车 赶紧呼叫同人帮忙 第二个跑出来的人 自己的孩子也在娃娃车上 因为快到家了 车门边第二个 一个一起把那个女生 就是抱下来之后 他儿子就是第二个 有一个妈妈带走了 小弟他们没有凹击 他儿子的牙齿断了啦 娃娃车倾斜 工厂大约20名员工出来帮忙 力气大的辅助车 其他的人一一把小朋友抱出来 娃娃车就在这里整个翻下去的话 这样就更难救了 发生事故的路口是没有耗制的乡间小路 双方都应该要减速 两名驾驶都还在住院尚未制作笔录 居民说 这个路口经常发生车祸 树木遮蔽了视线 事发时可能还刚好有夕阳反光 民众希望有跳动路面之类的设施 提醒用路人减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